9月23日,中朝联赛第23轮,上演了荡气回肠的一幕,开场7分钟落后的七冠王广州恒大队死里逃生,他们在下半场连金三球,3比2逆转了江苏苏宁队, 下半场比赛发生的这样一幕,充分看出为何恒大能上演逆转,当时38岁的队长郑志在中场和对手拼抢,先是和他的老对手江苏苏宁的队长,同时也是国家队的队友无锡发生了冲突,郑志狠狠推了无锡一把,随后埃尔德不干了冲了上来,结果近年来已经很少在比赛里暴怒的郑志罕见的爆发,又当兄推了埃尔德一把, 随后更是在防守中,直接凶狠地将埃德尔产翻,在八连贯大业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,郑志用血性感染了拳队,他在以身作则,用行动表明自己没有放弃比赛,他会战斗到底,而最终在郑志的感染下,恒大拳队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, 实际上,郑志才是恒大上演逆转的第一功臣,没有他的血性,球队在下半场就已经提前放弃了,一方面,我们深深为郑志的战斗精神所鼓舞,但另一方面,我们也为恒大和国族后继无人感到悲哀,他们还在依靠38岁的郑志,来带动每一个人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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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